中央院议长裴洛西他旋风式的访台行程 而在今天他一整天在台湾的行程可以说是满党的 在早上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先拜会了立法院之后跟蔡英文总统会面 在中午的时候午夜 那么预计其实五点多的时候呢 他的专机就要起飞了 他的下一站是在南韩 而在刚刚接近五点多一点的时候呢 裴洛西的专车就已经抵达了松毡机场呢 他之后就会直接上飞机来休息 搭乘的是C40行政专机要离开台湾 那目前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他 他非常的精切跟松毡的工作人员 还有AIT的工作人员握手合照 那么据了解呢 在刚刚之前呢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已经先到松毡送走了贵客 听说据传也有送这个伴手礼 也有合影留念 不过相关的讯息稍后还要持续带您来关心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呢 其实他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抵达了台湾 其实已经高龄82岁的裴洛西 他历经了七个多小时的飞行 昨天深夜接近11点抵达台湾之后 在今天一大早就开始马不停蹄的跑行程 先是跟AIT的重要官员早餐之后 拜会了立法院之后又跟蔡总统会面 后来午宴之后呢 在下午的时候 他的最终站呢 也结束了人权馆的参访 之后在大批警力的护送之下呢 飞速的前往的松山机场 就是您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而之后他就要即将搭乘专机离开台湾 要前往亚洲的下一站 他的出访行程是在南韩 而这一次呢 非常特别的是在松基这边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飞机迷 特别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佩洛西旋风访台的行程当中 这一架专机呢 很多飞机迷还特别到松山基地指挥部 来拍摄这个画面 另外呢 在这个边周遭也已经有出现了抗疫人潮 警方也有在这边部署 避免激烈冲突的发生